使徒行传 第十章 在凯撒利亚 有一个人名叫戈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他多多周济百姓 常常向神祷告 有一天 约在下午三点钟 他在异象中 清楚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 到他那里 对他说 戈尼流 戈尼流定睛看他 惊慌地说 主啊 什么事 天使对他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达到神面前 蒙纪念了 现在 你要派人往约帕去 请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 房子就在海边 向他说话的天使离开后 戈尼流叫了两个仆人 何尝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 把一切的事都讲给他们听 然后就派他们往约帕去 第二天 他们走路将近那城 约在正午 彼得上房顶去祷告 他觉得饿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 有一块好像大步的东西降下 四脚掉着 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脚的走兽 爬虫和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对他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彼得却说 主啊 绝对不可 凡乌俗和不洁净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 有声音再对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乌俗的 这样一连三次 那东西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彼得心里困惑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 是什么意思时 哥尼流所拆来的人 已经找到了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 喊着问 有没有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 住在这里 彼得还在思考那异象的时候 圣灵对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 跟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拆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 见那些人 说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你们是为了什么缘故 在这里 他们说 百夫长 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 敬畏神 为犹太全民族所称赞 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 要听你讲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宿 次日 他起身和他们同去 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 跟他一起去 又次日 他进入凯撒利亚 哥尼流已经请了 他的亲朋好友 在等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 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但是彼得拉他起来 说 你起来 我自己也不过是人 彼得和他一边说话 一边进去 见有好些人聚集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 结交来往 本是不合规矩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 都不可看作 巫俗或不洁净的 所以 我一被邀请 没有推辞就来了 现在请问 你们为什么叫我来呢 哥尼流说 四天前 这个时候 我在家中 守着下午三点钟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 穿着明亮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 说 哥尼流 你的祷告 以蒙垂听 你的周记 在神面前 以蒙纪念了 你要派人 往约帕去 请那称为 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 一个皮革匠 西门的家里 所以 我立刻派人 去请你 你来了真好 现在我们都 在神面前 要听主 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 彼得开口说 我真的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的 不但如此 在各国中 那敬畏他 而行义的人 都为他所悦纳 神借着 耶稣基督 他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把这道 传给 以色列人 这话 在约翰 传扬 洗礼以后 从加利利起 传遍了犹太 神怎样 以圣灵和能力 告了拿萨勒人 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到处奔波 行善事 一号 凡被魔鬼 压制的人 因为 神与他同在 他在犹太人之地 和耶路撒冷 所行的一切事 由我们 做见证人 他们竟把他 挂在木头上 杀了 第三天 神使他复活 使他显现出来 不是显现 给所有的人看 而是显现 给神 预先所拣选 为他做见证的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 在他从死人中 复活以后 和他同吃 同喝的人 他吩咐我们 传道给众人 证明他 是神所立定 要做审判活人 死人的审判者 众先知 也为这人 做见证 凡信他的人 必借着他的名 得蒙赦罪 彼得还在 说这些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 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歌里的信徒 和彼得同来 见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 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惊奇 因听见 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回答 这些人 既受了圣灵 跟我们一样 谁能阻止 用水 给他们施洗呢 他就吩咐 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于是 他们请彼得 住了几天